Hello大家好,我是老K 现在我手里这一款就是蚂蚁电竞 也就是做显示屏的一个品牌 最新发布的一款三摩铝陀陀持组键盘 罗哥,这个键盘多少钱来着 599 599 对,就是599 卧槽,这边还要不要玩 大概是不用玩了 当然,价格箱也不是一款持组的全部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驱动啊 做工啊这些细节方面做的怎么样 外壳是黑色的散粉喷涂 质感可以参考INFI 100 它的散粉是散的比较低调那一种 我这一款键盘呢 左下角这里啊 有一点这个出厂的重奖 一个插不掉的印子 翻到键盘背面啊 这里一块独立的分区镶嵌啊 中间这里是一块玻璃明牌 里面贴了一层反光纸 对比那一个PVD的装饰 这样的话会更加耐用 但也是一个更省成本的处理方式 几个角贴呢 虽然做的比较细啊 提供的摩擦力还是不错的 喷粉的瑕疵 我拿小鱼竟找了一圈啊 除了开始我提到的这一个位置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喷粉堆积情况 边角这里还是有一点这个厚度的不均匀 可以给它打个80分吧 前高22.3略高 刚上手需要一点的适应时间 现在你可以给这款键盘外归 打多少分呢 轴体方面啊 采用了比较少见的凯花四周 也没有给它起名字啊 就叫凯花四周 极难粗暴 全碰的材质带了导光柱 因为有防神臂 所以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去品的话 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点点这个沙沙的感觉啊 也算是全碰轴体的特色了 手感方面怎么说呢 能用 但是就别指望它去和T级级别的磁轴对线了 毕竟价位也摆在这里 触底的稳定性方面 轴体磁极和磁鱼轴相反 所以小蜜蜂的驱动是没有办法直接展示波动率了 只能通过这一个触底的磁通量数据波动来展示啊 直接按下到底打圈 磁通量波动在64左右 作为参考磁白轴在55左右 波动越小越不容易断触 对比一下来可以看到 它和磁白轴的水平是基本相当的 精度的设置方面啊 这里得分裂讨论 打开光速模式下 在不开启快速触发的情况下 临时区断开位置调整到4毫米 此时抬起0.13毫米断开 按下0.23触发 打开快速触发模式 后最低只能调到0.2毫米的断开和触发 这个时候平均抬起就会来到0.2毫米 按下2.9毫米触发 调整至2毫米触发点 实际触发点2.18 考虑到使用方面 各位应该会更多的开启这一个快速触发模式 所以这里就取键盘在快速触发下的0.2毫米作为成绩 这个表现在我测试过的石油键盘中 排名中等 虽然说是网页驱动 但打开之后还需要按照指示去安装一个辅助插件 才能正常运行 支持MAX系统 应该来说算是半个网页驱动 不过有一所以 这个网页驱动完成度确实是相当的高了 可以说是我目前见到过的 功能性最完善的网页驱动 可以做到轴体模拟 低延迟的闪电模式 包括按钮校准 也能有直接的反馈 这个在以往的网页驱动中 我是没有见过的 当然最最重量级的是 它居然可以模拟手柄 哇这真的太无敌了 也就是说赛斯游戏里的线性游门 使用键盘就可以做到 在我亲自上手之前 我大肆也不会想到 这个功能居然给一个网页驱动导臣出来了 这波雷射直接汗流加倍 当然因为驱动还是出版 所以说使用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就遇到了MAX安装不上打不开的情况 那这一点希望厂家可以尽快解决了 来到拆解步伐 内锁螺丝固定 中间有POM加清棉和左小垫填充 底棉为合成橡胶 FR4订阅板通过螺丝直接固定在上盖 Logan你怎么看 满足了我最次次的全部幻想 那我接下来这句话可能会打破一点你的幻想 这一个问题虽然说不影响使用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提嘴的 不然到时候我估计的APP 这款键盘的充电小板线和底可是有一定冲突的 因为底可没有预留足够的开槽 这个排线会对PCB造成一定的挤压 TOP结构下没有影响 如果你切换到比较多的Gaski结构 可能会感觉中间这一部分有点硬 反过来排线也会受到一定的挤压变形 厂家表示不影响使用不会影响安全性 那这个就看大家会不会介意这一点了 接到这里总结一下这款AGK75 三模 绿托托 模拟手柄 双结构 这几个都是重量级的卖点 更加要命的是它只要599 就真的很难想象 这么快就捡到这个地步了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特别是后者 就是它的驱动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可以完善的空间 还有它不能用磁鱼轴 它的刺激和磁鱼轴是相反的 希望后续可以提供更多的轴机选项 好了那也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本期给大家带来这高特 哪系列三款轴体的一个简单测评 还有打字音 想听的话可以直接跳到视频的结尾 这个轴体的活动价是1.3元一颗 现在一些店铺也可以购买到 而且后面会有一个登稿活动 购买或者是有这个轴体 在对应的平台发布这个轴体的图文或者视频都可以参与 最高的奖金是666块钱 详细的信息可以关注我们高特群 以后这个测评我也不会因为我是群主 就去无脑吹这个轴体 本期视频我们还是有啥说啥 首先这三个轴体分别是奶桃轴 然后奶茶轴和奶青轴 对应的手感就是线性轴 内茶轴和内青轴 三款轴体的参数我也放在这里了 需要的话可以自行的截图参考 以后现在来看到轴体的外观 三个轴体的外观只是在颜色方面有一点区别 我这里就拿这个奶桃轴来举例吧 首先轴心是PON的 用的是PC的上盖 尼龙的底壳是一个三角轴体 支持正贴灯和反贴灯 上盖用的是大卡扣和底壳直接固定 捏住底壳去摇晃上盖的话是可以感觉到 上盖并不是完全的摇式底壳的 会有一点点的晃动 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它可能多拆几次之后 放到会加剧啊 我试了一下并没有啊 所以说如果想拆开了润轴的话 这个问题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而且在日常使用中是不会明显的感受出来的 这三款轴体的话我都拆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奶桃轴这边用的是一个加长轴线啊 它的声音会更加的脆一些 形成的话也会短只有3.3毫米 润滑的痕迹也给的比较明显 并不是非常多 一个适中的润滑 我随机抽了几个轴体出来试一下 它这个敞润还是蛮均匀的 不会出现一个出底肉 然后一个润滑没有给到位的情况 弹荒的话是15毫米的单段 弹荒并不算长 但是压力因为给的比较重 回调还是比较跟手的 接下来的话就上键盘 让给大家听一下三款轴体的一个打进表现 我给'd是更多人的 我看你用草害的 危险 你 относ着这个地方 这边是在丰盒上的 collaboration 可以让我刚刚刚才一样买的 我 还不过来 我 想不过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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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